Hello大家好,我是Ivan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我早前去到北海道咸館那邊一個兩日一夜的行程 當中包括了一家很多人介紹的溫泉旅館 說他們有一個非常之豐盛的自助晚餐 說到天花龍鳳那樣,讓我和大家看看是否真的那麼豐富 我剛才看過水牌,我們是8號線 那輛車是7號月台,我們要去7號月台 準備坐特急去咸館 9點38分,應該差不多4個小時 即1點半,1點7左右會去到 就在這裏了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昨天已經過來一早畫了位 稍後找我們自己畫位的卡就可以了 好,我們應該是第三卡 稍後就上去,應該又坐在這附近 好,我們已經在咸館下車了 坐多一程車過來我們今天打個景點 就是看五菱閣公園 五菱閣公園其實本身是一個城牆的位置 也不是很久的歷史,大概是1860年代 五菱閣公園當時的城牆 在大政歸環的時候,莫府就在打過仗 在咸館,和明治政府打過仗 所以是雙館戰爭曾經在用過這個城牆的 當然後來很快就荒廢了 然後就改建了成為一個公園 現在除了公園之外,還會有一座觀光塔 就是這一座 但要多付1000日圓才可以上去 我們今天就會上去 城牆的位置現在就改建了公園 看來是一個五菱閣公園的星形 你可以選擇在咸館站坐車過來 又或者是 JR站,其實有一個五菱閣公園 不過下了車也是要坐一程車才來到的 如果步行也要15分鐘以上 這裡的歷史很明顯比我們之前去過的 基路城短很多 但難得來到北海道的咸館都要看一看 進來看,如果只看城牆的位置 是免費的 來上觀景台才要收費 不過這裡就只剩城牆,沒有任何的城堡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過來看看 季節適合的話可以順便看看紅葉 暫時看來這個公園也有多少紅葉 景色拍照也不錯 走進去就看到他們 這道商館的奉行所 看到這種建築也有一點特色 因為跟平時日本本州的日式建築 好像有點不同 難得一場來到也走過樓梯上去看看城牆 上到來可以看回以前的城牆 想像到以前的城牆 但有多高 可以在城牆上看回到 鹹館的方向 坦白說 以風景來講 今天 樹的紅葉也不是很漂亮 以歷史角度來說 也不是太快的歷史 所以這個景點就稍微 稍微比較低熱一點 又要特地過來不方便 拍給大家看 做個參考 看看過開閒盤 自己衡量一下 會不會過來看 15分之后 我们已经到了酒店了 今天叫做汤芝村温泉 海雨灯 这间酒店叫做行馆汤芝村的海雨灯 我也是看一个北海道YouTuber介绍 北海道女婿 记得当初看她介绍当时还是疫情 看见她拍摄这间新开的酒店是非常夸张 有很丰富的自作晚餐和自作早餐 当时我已经有印象 订阅了这间酒店 拍摄自作早餐和自作晚餐 晚餐只吃90分钟 早餐只吃60分钟 櫃桌出烟的时候 就已经减了时段了 看见都比较多人 大部份都是说日文的客人 这个搞笑是因为我们最初是订阅了三间单房 三间单房 因为见到Goda上面做优惠 每间房都是800多元 包了自作晚餐和早餐 所以就包括三间单人房 不过因为房间都比较紧张 Sloop不能换做 双人房加张单人房 也可以在櫃桌上问一些资讯 例如如何坐车回去 咸馆JR站 因为原来7月份的时候 他们已经施了免费Cuttle Bus 我记得在订阅酒店的时候 询问是有免费Cuttle Bus 谁知道 到我们过来之前 发觉原来是施了 看到这些班舍 其实都比较疏 在动物园站 我觉得有几班车 要看看时间 好,我们就已经来到酒店房了 先进去看看 先进去看看 这个门要插卡 OK 一进来看到酒店房也挺大 我是一个人住 但其实是一间商行房 有280呎的 有没有记错的话 比起我们在市区住的房子大 两张单人床 进入门口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浪山的地方 以及一些 让大家拿东西去浸温泉的位置 温泉是12楼 稍后我们再去看看 这一边就已经是厕所的星盘了 星盘和毛巾 旁边 这两个 是什么呢 OK,这里 是浴缸和 一个棋缸的位置 不用说这一边一定是厕所 所以厕所和浴室是分开的 不过就比较窄了 完全没有窗的 一个黑刺 另外这个厕所的位置 其实都可以关门的 拉到门的 走廊经过 未必听到 两张床 窗边还有一个茶几 我们可以看看 看到什么景色 应该是没有景色的 因为我们住这一间 是最便宜的房 纯粹是看涵馆的市内风景 暂时看下这一间房子 我觉得挺好的 以去800多元的水准 有这么高质的房间 我觉得算不错了 当然还要看看 温泉和制药餐是如何 我们稍后会再和大家慢慢看 看下这一间房子 我们出了升降 就看到温泉 看看我们男女在哪 女在这一边 男就这一边 进来呢 拖一下就要放在个架 里面应该不给拍摄 左边就是温泉 右边是跟衣室 有个室内的池 外面有个 有位置 看到日出 还有日落 当然 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吃制药餐了 今天拿着一张餐券 约了时间5.9 总时去回 二楼的餐厅那里吃制药餐就可以了 希望制药餐有 我看 北海道女婿介绍 的制药餐那么丰富 我记得好像说有很多海胆 三文鱼子 蟹肉 那我们儘管看看 到时 还能保不保持到这个质素 桌子也放得比较密 这边一开始有一些饮品 茶 旁边就放餐具 另外还有汽水机 咖啡机 这边就是一些沙律 款式不是很多 或者另外还有一些植物 之后就应该是重点 凍海鲜 一开始这个位置是用米饭的 前面就是用鱼山的 这边应该是一些白饭鱼 明太子 用来拌饭的 接着有些小条的鱼子 淫米笔的拖落绒 接着有些三文鱼子 都是淫米笔的 过了一点 也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 螃蟹 蟹脚 然后看到有寿司 我们看到有 梵纳杯 甜蝦 用梵纳杯试一试 接着到热婚 我们看到有些酱油烧的梵纳杯 一些烧青鱼 一夜缸 薄切的牛肉 薯仔 还有猪肉 另外这边有些热婚 包括薯条 炸鸡 漢堡扒 还有一些 南瓜饼 这边是甜品部分 有一些北海道的冰淇淋 直章麦瓜味 另外还有一些 糕点蛋糕 现装的 巧克力 抹茶 软蛋 之类 好 那我们已经拿到食物 来预备开始吃了 时间冰 因为只有90分钟 大家看到 我就先拿着 比较吸引的食物 有刺身 三文鱼子 拖劳 等等 它只有三文鱼赤身 但有些部位是胖的 可能都有中拖的水准 不过比较失望 就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海胆 又或者是帝王蟹 就是之前别人其他 Youtuber过来拍的时候 看到丹开业有的食物 现在都没有了 不知道是 时令问题 还是 已经 Budget问题 断了 那我们试一试三文鱼子 它的三文鱼子挺好吃的 挺满满的 接着看看拖劳 看见拖劳 其实也有几大粒的肉碎 刚刚都试过吞拿鱼 吞拿鱼鱼就挺好吃的 这一件一件的吞拿鱼 选择一些肥味的位置 其实也不错 有鱼味的 比香港一般吃到的尺寸更好吃 梵立贝寿司就非常干身 看来质素应该一般 说过梵立贝寿司 我就不建议大家拿了 在香港就很难会见到 这么嫩滑的白爪鱼刺身 刚才看到有的就拿一块来试一下 因为凭肉蛋已经看到 比香港的好看 好 之后我就开始拿一些热芬试试 这个刚刚煎起的梵立贝寿司 刚刚就试过梵立贝寿司 它比蓝鱼好好的 至少它没有沙 不过呢 就不太过有什么鲜味 坦白说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这里是在行馆的 因为想着海鲜类会比较好的 好 之后就吃一吃牛肉 这些它就煎得很漂亮的 中间有点粉红色的 但问题是 它摆出来的位置 其实是没有预热的 即是放冻了一段时间 我都很怀疑吃下去会不会吃 那个牛肉呢 刚才那块鲜出来好像很漂亮 但问题是 来方问题 完全没有牛味 不像自己在吃什么 不像自己在吃什么 我都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猪肉就相信不用我多说 你看它的 橫切面已经知道是什么样子 干真真 它这个猪肉好像在吃猪肉干 干真真 暂时 都比较失望的 因为你看人家介绍有海胆 有山蠔 有帝王蟹 今天就这些全部都没有了 唯一好少少是吞拿鱼的刺身那边 之后我也学很多本地人的 做了个当饭 自己加想要的海鲜 绿色这一片我刚才没试过 是一个蟹膏酱 刚刚试过 蟹膏也不错 我觉得你这里如果是 住这一间的温泉酒店 行馆海鱼灯的话 就不用想了 吃自助餐的话 一定要吃它的私生当饭 但除此之外 其他都稍为普通一点 好 都吃过几轮了 开始就拿鞋了 因为鞋本身都比较小 不太吸引 所以就放到最后 我家人已经吃过了 就说没有什么鞋味 对呀 我们上次在兰陀吃的 蟹放堤 的蟹就好吃得多 我们试试是否真的这么差 我刚试过这些雪上蟹 有些是差一点的 我这几个就还好 也算是有点点味 不过尺寸的 是小一点的 好 我就拿了一点热芬 一些前菜 因为刚才发觉 原来前菜都比较多款 除了西绿菜之后 也有什么湖麻酱 这个鸡肉 这些很流行的 咸本很流行的 鱼刹 就是魷鱼那类都有 这个鸡肉应该是 比较瘦的部位 可能是鸡胸肉那些 另外吃到有少少 纸酥叶的味道 有少少纸酥叶的味道 然后试试旁边这个鱼刹 之后就试试糖羊炸鸡 其实看样子都知道 不太行的 不过试试给大家看看 咬了一口 马上涨出来 你看到有些很奇怪的地方 凝固了 一些粉 加乎普通炸鸡和麦楼之间 有些厚負拿了两块 之后就试一试这件 漢堡扒 坦白说我对它热芬已经 不抱有任何的期望 看看它如何 不行了 非常之不够 混合了很多的粉 真的非常之难吃 我拿了一些甜品回来 从左边开始数起的 是杏仁味的蛋卷 中间是抹茶蛋卷 右手边 第二个是朱古力browney 最右边是粟米蛋糕 至于雪糕我选了两款 一款是北海道牛奶雪糕 另一款是黑茶雪糕 即是看日文是红茶雪糕 另外我倒了一些 糖漿上去 以为是糖漿 但其实是朱古力漿 抹茶朱古力漿 刚刚倒进去 就凝固了 凝固了 又变了脆皮 刚刚试过的粟米蛋糕 也有很浓的粟米味 我觉得这个是对版的 朱古力browney 我觉得还可以的 中间还有杏仁 杏仁 果仁果仁 口感也不错 非常软绵 但抹茶味就很淡 再试一下这个杏仁味的蛋卷 杏仁味的蛋卷都可以的 我们就不说那么多 先试一下雪糕 我们看到朱古力漿已经凝固了 有脆皮的效果 我觉得最好吃的雪糕应该是黑茶 黑茶雪糕它比较有茶味 另外加上朱古力漿的抹茶味也挺重 挺特别 那我们刚刚试完自助晚餐了 说真的如果是没期望就不会失望了 但是我们看了别人的影片介绍 就会觉得有点失望了 另外如果晚上听到 在酒店房听到有声都没太过惊讶 因为我刚刚也听到有声 后来发觉好像是衣柜这个位置 那条金属铁通的问题 因为我家人住在旁边的房 我听到好像有些人敲打 金属的声音 即是浪衫在架上的声音 那我当然是打问家人 他说是呀 刚刚真的浪完衫 所以 大家在这里住的话 听到他们这么传声都不用那么担心 对啦 那这个自助餐就普通了一点 尤其是如果有之前看过介绍的话 就会更加失望 那如果是没看过介绍 可能就会觉得OK的 过去了我们就不再讲过自助餐了 接着就和大家看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每间房间入住的时候 在櫃桌出烟都会给你的一个小吃 不过因为刚才我们怕 吃了之后吃不下自助餐 所以就刚才没吃到 听说是咸馆一个都很出名的 店铺 它的串销来的 听说是糯米做的一些丸子 所以会是甜的 另外和大家试一试 它的味道是怎样 它是有点点甜的 但就不是想像中甜品那种 是传统特色串销的 酱汁的味道 里面是很软绵的 糯米的质地 也挺特别的